台湾剑舞艺术家蔡红毅Tito Sy 今日在法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再次展现了她的才华 此次,她首度挑战同时挥舞四把燃烧的剑 以期独创的行云流见舞蹈表演震撼全场 再次让世界见证了台湾的文化艺术 蔡红毅为了准备这次的法国达人秀表演 将生活完全投入到训练中 她渴望呈现一个比先前在美国达人秀更吸引人的表演 因此不论是否有公开演出 她都在不断练习剑舞 每把剑重约2.5公斤 一次挥舞四把剑意味着要承受10公斤的重量 为了增强体能 蔡红毅甚至在脖子上旋转重达10到20公斤的杠铃 进行重量训练 每一次练习 她都必须谨慎处理旋转和抛接动作 以防剑划伤或火灼伤 从2023年10月起 蔡红毅与妻子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多次往返台湾与法国参加法国达人秀的初赛 复赛即决赛 在复赛阶段 蔡红毅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技表演 点燃四把火箭在舞台上进行壮观的舞蹈 随着她的身体舞动与剑旋转 火焰在空中画出壮丽的图案 让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登上法国达人秀这样的国际舞台 曾是蔡红毅几乎不敢想象的梦想 在成为街头艺人的日子里 她与无数网友一样 透过YouTube观看美国达人秀和法国达人秀 对世界各地表演者的精湛技巧感到钦佩 然而 在过去十年间 蔡红毅不断地努力 从小型舞台逐步走向国际 不断研究各种表演形式 寻找展示自己的机会 她的实力和努力终于被看见 成为了令人羡慕的表演者之一 在法国达人秀上的这次表演 不仅是蔡红毅个人艺术生涯的一个高峰 也代表了台湾文化艺术 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重要展现 她的火箭舞不仅展示了高超的技巧 更将台湾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让世界感受到台湾艺术的魅力 透过这次法国达人秀的经验 蔡红毅再次证明了艺术无国剑 同时也为追梦的人提供了极大的鼓励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坚持和努力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梦想 也有可能成真 蔡红毅的剑舞 不仅是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更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创新表达 她的故事势必会激励更多人追寻梦想 不断创新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